受到笔电市场需求疲弱 还有心机上市延迟的影响 华硕它初步统计 第二季笔电跟平板的出货量 分别大约只有400万跟200万台 这比第一季大幅缩水了15%跟33% 表现是远远不如预期 上半年才刚结束 根据法人最新的估算 华硕第二季NB出货量大约400万台 比起第一季的470万台减少了15% 远低于公司最先预估的460万到500万台 创下近两年以来最差的单季出货成绩 平板电脑表现更糟 单季的出货量大约只有200万台 原先预估是260万到300万台 更比起第一季的300万台 大幅缩水三分之一 是去年第二季以来新低 华硕近期股价跌跌不休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的波段跌幅超过25% 虽然公司已经宣布实施库藏股护盘 新一三公告砸下3.32亿元 以平均每股价格255.57元 买回库藏股1301张 但还是不敌外资的卖压 股价下跌4.5元 收在255元 是2012年2月以来的新低价 外资卖超华硕5684张 本周以来已经连续三天卖超 统计6月份以来更是大卖超过6.5万张 下半年应该看起来会更好 即使是在传统的笔电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所更好的突破 那配合整个下半年的景气 我想也会比上半年再好一点 外资也存证券依旧力挺华硕 认为第二季将是华硕的营运谷底 下半年将回升 股价跌升之后 投资价值已经浮现 维持买进平等 目标价340元 不过摩根大通却认为 尽管华硕配息19元 换算现金殖利率高达7%以上 同时手上具有足够的现金 启动库藏股的计划 但是基本面来看 华硕的每股纯益明显的滑落 第二季第三季 营业利益率都不到5% 预料未来六个月之内 华硕的股价还是会承受不少的卖压 并且将华硕的投资平等 从中立下销到列宇大盘 目标价235元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